1989年4月15號 前黨總書記胡耀邦逝世 基於胡耀邦遭遇的同情 和他開放青年形象的專屬 加上對改革開放以來 官島及貪污情況的刑重不滿 當時的青年學生 紛紛出來悼念胡耀邦 北京大學出現悼念胡耀邦的大字報 有玩聯上面寫著 真誠的人死了 虛偽的人卻活下來 熱情的人死了 難忘來將他埋葬 4月16日 北大、青華、以至上海多間大學 軍掛門、大字報和玩聯 有學生成立胡耀邦治喪委員會 準備在校內撤離 陸續有人遲來天外門悼念 悼念的口號除了讚揚、胡耀邦之外 逐漸發展出對民主的訴求 一位青華大學學生說 我們悼念他 因為他贏得我們的尊敬 悼念他 則表達了我們對開放民主的欠如不捨 4月17日 學生開始聚集在天安門廣場 當日下午 第一支遊行隊伍 中國政法大學 法律系約五百名學生 在人民大會堂當門舉行悼念運動 警方未能驅散群眾 當晚廣場 已經聚集了近千人 4月18日凌晨 約三千個學生 從一帶前往青江湖 月桃更千名的青華大學學生加油 清晨 數千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正座 要求人大常委接見 並向常委提交請願信 提出七點要求 第一 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公共 肯定他的民主 自由 寬鬆 和諧的觀點 第二 徹底否定 清除精神污染 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對蒙受不白之恩的知識分子 急於平反 第三 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連身 及一切形式的收入 都要向人民公開 反對貪官孤立 第四 允許民間辦報 解除報金 實行言論自由 第五 增加教育經費 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 第六 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 第七 要求政府領導人 就政府失誤 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的檢討 並通過民主形式 對部分的領導實行改選 當日上午八時 國務院派出一名官員 接見學生代表 郭海峰 皇家 期間聲門人數不斷增加 晚上九點 天安門已經聚集了二萬名學生 4月19號 數千名學生 由廣場衝到新華門 希望將化血 及請願信送入中南海 但被拒絕 武裝警察 以人牆阻擋學生 學生六次試圖突破警戒線 晚上 有更多學生加入 有人哭 你彈出來 並與警方衝突 衝突一直擾養至二十日的凌晨 警察把學生和圍觀的群眾夾開 深華門前 僅剩下三百名學生 雙方對視 凌晨三點 大梯公安警察 衝向結站在深華門外的學生 對學生拳打腳踢 並以皮帶後作武器 襲擊學生 走避不及的學生 正遭毒打而受傷 據美經證實的統計 有三百多名學生被嘔傷 混亂中香港快報的記者 何宅也都被打傷 快報聯同香港記協分別自行新華社 強烈要求有關方面解釋公安警察 毆打記者的事件 並且要求保證日後 沒有同類事件再發生 香港學聯派出四人代表團 前往北京 瞭解北京的學潮 令晨 北大舉行民主沙龍 學生總結歷智學潮失敗 在於沒有人領導 北大學生黃丹 宣布廢除原有 聘命於政府的北大學生會 由黃丹、楊濤、楓崇德等七人建立 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委員會 下次宣傳公農、糾察、聯絡、理論、後勤等八個部門 並宣布直至五月四日前 籌委會領導一切學運會議 提倡非暴力不抵抗 以罷放爭取民主 4月21日 人民日報首次發表 提為 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 北京大學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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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